好 我们准备开始讲那个IPv6课程了啊 这个 啊 各位都听听嘛 这个肯定是不 不 那个 不是那个非常的完整啊 那就是 讲多少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今天讲IPv6 在讲IPv6的时候呢 首先介绍一下 IPv6和IPv4它的一个对比 对吧 那IPv4有哪些局限性 啊 最后呢讲一下IPv6的特性 嗯 IPv6的基本这个呃 支持点讲完以后呢 就是我们后面还会讲 它的一个呃 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 叫做NDP 就是邻居发现协议啊 这是 IPv6特有的 NDP讲完以后呢 又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讲IPv6的路由 啊 IPv6的这个路由协议 就是讲基本的啊 IPv6的路由讲完以后呢 我们要讲这个IPv6和IPv4 共存的技术 啊 共存的技术 啊 基本上呢 是这样一个这个流程 那首先呢 我们看看IPv4和IPv6 啊 首先IPv4的局限性 那IPv4有哪些局限性呢 第一个地址短缺 那首先IPv4地址呢 是32个比特 对吧 32个比特呢 实际上呢 它有很多地址 一共有多少地址啊 一共有42亿 对吧 因为42亿一个多 42亿多的地址 但是呢 嗯 其中我们对这个IP地址进行分类的时候呢 分为A B C D E 对吧 其中呢 A类 就是零打头的 B类 就是10打头的 C类 110打头 D类 1110 这个其他的就是E类 对吧 这个呢是做实验用 这个呢做主播用 这个呢可以用于单播 啊 然后呢 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 嗯 就是把A类B类C类中间 他某一些地址段 作为什么私有的主播地址 对吧 那公网上面是可以传递的 那实际上地址也是很多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互联网呢 是在哪里这个起步了 是从美国那边起步的 对吧 所以说刚开始呢 他在分配地址的时候呢 分配的非常不公 对吧 嗯 就是美国一些学校 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他都能分一个A或者一个B的地址 那这样的话呢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地址是非常够用的 但是后面加入互联网的这些国家 他们分配的地址就非常少 对吧 比如说中国中国地址非常少 那中国地址非常少 那那非洲那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那非洲的话呢 他们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IPv4地址 给他们分配给他们用了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对于一些新兴的 新兴的这个国家 他们加入互联网的话呢 那肯定是要求做什么 做这个叫做IPv6 对不对 做IPv6 因为IPv4地址 没有赋予的给他们 就像有富裕的也非常贵 对不对 有富裕的也非常贵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第一 这是一个东西 第一只短绝 第二个呢 复杂的包头 那IPv4包头呢 看起来呢 是比较复杂的 呃 这个是NI课程里面有 对吧 我不知道这后面有没有哈 这后面有没有对比啊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这是这个呢 是IPv4包头 各式 IPv4包头呢 一共有 基本包头 20个字节 最长可以达到60个字节 它是可变长的 可变长 啊 但是呢 这个IPv6的包头呢 它是按照菊花链的方式来的 它有一个基本包头 一个基本包头 基本包头 40个字节 基本包头40个字节 那从字节上面看起来呢 诶 我们发现呢 诶 那你基本包头20个字节 我基本包头40个字节 那实际上呢 IPv6比IPv4 要多 但实际上呢 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分析几个 有几个字段 一共有几个字段啊 对于IPv4来说 它有14个字段 14个字段 那我们IPv6来说呢 就8个字段 8个字段 那这14个哪个 哪14个 首先IPv4包头 Vision 那个Vision呢 值是4 就代表IPv4吧 对吧 这边呢 IHL 代表什么 IP包头长度 也就是说呢 你IP包头到底有多长 因为它是可变长的 所以说一定要确定 你IP包头到底有多长 啊 IP包头 基本包头 是20个字节 对吧 那我们这边呢 是 12个比特啊 那实际上呢 这边 RHL这块呢 一共是4个比特 那用4个比特 怎么表示20呢 用4个比特 怎么表示20 因为4个比特的话呢 它取值范围 是从0到15 对不对 对吧 取值范围 从0到15 它怎么表示20 啊 在 IP包头长度 这块呢 它的1 代表1横行 而我们分析 IPv4 这个 报完的时候 基本上1横行 就是4个字节 对不对 基本上1横行就是4个字节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字段的取值范围 它就是从5至少是5 5行 1横行4个字节 5行是不是20个字节 对吧 最长是多少 15个 15乘以4 就代表60个字节 那为什么IP包头 最短20个字节 最长60个字节 就是原因就在这里 啊 原因就在这里 IP包头这边 然后呢 那TOS字段 这个字段 是用于做QS用的 对吧 然后呢 这是整个 一个长度 减去IP包头长度 就是我们的数据部分 只能听懂我意思吧 啊 然后呢 这是这三个 是用于做分段用的 就是我们IP包做分片了 需要用 对吧 这是TTL 我们都知道 每进行一个录器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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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到零以后 这个数据包就被丢弃掉了 对吧 啊 这个协议字段 用于表示后面是什么样的报文 对吧 比如说 协议号等于6的时候 代表下一个包头 代表TCP的 17的时候 代表后面一个包头 就是UDP的 这个没问题 对吧 然后check some 然后呢 原地址 目的地址 后面的可选项 如果说光是上面五行 那就是20个字节 有后面可选项的话 就有可能超过20个字节 对吧 最长有可能到达60个字节 OK 好 这是IPV4的包头 那变成IPV6以后 那些黄色的字段 保留下来了 这个绿色的字段去掉了 绿色的字段去掉了 蓝色的字段 稍微有些改变 但是呢 意思差不多 这个灰色的字段 这也不算灰吧 反正就是 这种颜色的字段 这种呢 是新增的 新增的 那么看黄色的字段 黄色的字段 那这边四个比特 这边也是四个比特 Vision 那我们这边呢 IPV4 这边呢就是IPV6 这个数值呢 应该是6 对吧 然后呢 原地址和目的地址 只不过呢 目的地址 原来是32比特 现在呢是多少比特 128比特 对吧 啊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好 然后再往上走 蓝色字段 是保留下来了 但是意思稍微有些变动 对吧 啊 稍微有些变动 比如说 这个Traffic class 用于区分流量用 以前我们用 TOS 给数据包打不同的标记 然后来区分流量 对吧 这个呢 是用Traffic class 来对数据包打流量 OK 然后呢 Pedal的Lens 你的 负载部分的大小 跟我们Total Lens 差不多用 Limit跟我们这个TTL很类似 对吧 到底有多少跳 限制多少跳 就能听懂吧 好 再来一个叫做next header 这个next header 跟我们这个协议字段差不多 啊 跟我们协议字段差不多 只不过呢 跟协议字段区别在哪呢 协议字段后面就是跟TCP的 或者UDP的 对吧 或者其他协议的 然后呢 TCP里面再包含一些东西 那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可以跟一个TCP头 还可以跟一些路由头 还可以跟一些其他的头 可以跟好多头 啊 那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呢 嗯 叫做 IPvlog的包头呢 他是按照这种叫做菊花链的 这种方式来 链接的 嗯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 rss 包吻的时候是怎么 怎么封装的吗 rss 是不是有个基本包头 有个基本包头吧 然后根据不同的rss 包吻 是有一个 有说哈罗包 有个哈罗包的基本头部 这个lsb有lsb有的基本头部 对吧 然后后面呢就是跟 是不是跟TLV啊 后面跟不同TLV吧 哎 那我们这个 有点类似 但不一样完全不是完全一样的 他呢 他有个基本头部 刚才我们讲过基本头部是40 40个字节对吧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字段 叫做next header这个字段 next header 表示后面这个是什么头 比如说他链接一个后面这是什么头啊 后面这是一个 比如说 呃什么什么路由头 什么什么头 头部有很多种啊 头部有很多种 然后呢在这个路由头后面 再跟一个另外一个头部 他这个每个扩展的头部里面都有个next header 之段 都有个next header 就是下一个包头是什么 每个里面都有一个啊 那最后这边链接一个TCP头 链接一个TCP 告诉我们后面是个TCP 那上层的这个协议 必须在最后一个包头 前面可以是一些扩展的其他头部啊 扩展的其他头部 你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呃这是三个包 这是第一个包 这是第二个包 这是第三个包 对吧 第一个包 他基本毛头是40个字节 他的next header之段是TCP 那后面就跟一个TCP的头部 这是第一个包完 那TCP这种是不是四层的呀 处于四层的吧 那上层的这种包头 永远放在最后 永远放在最后 好 这是第二个包完 他呢 后面跟的是路由头 要刷 跟一个路由 在路由头部里面 也包含一个next header之段 这边写了 新的这个链接头部里面 也包含这个next header之段 这个next header之段 表示后面跟的是TCP头 这边是路由头 路由头完了以后 是一个destination头部 然后呢 跟一个TCP头 只要是上层协议 永远是在最后 也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有个基本头部 后面呢 会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头部 在每个头部里面呢 都有个next header之段 都有个next header之段 用一个链接后面的头部 只能听懂我意思吧 啊 就是一个一个链接 一个链接 跟我们这个rss的报纹 长得有点类似 只不过rss区别在哪 他在这个里面 基本头部里面 有一个什么 有个type字段 可以表明后面是什么报纹 在这个hello报纹里面 就没有什么type字段了 表示后面是什么tlv 什么tlv 这个就没有了 说白了 他就是一个一个拼上去 一个拼上去 好 这面不好说的 这个呢 是讲的他的那个头部 头部的介绍 啊 头部的介绍 在这儿 第三个呢 就说 哎 那ipv4的头部 是20个字节到60个字节 ipv6头部呢 基本头部是40个字节 那为什么这个ipv4 和ipv6比的话 ipv6要快一些呢 你如果我就20个字节 你40个字节 为什么我还快一些 因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 我是固定长度 固定长度的话 就可以怎么办 用硬件转发 而你这个是不是固定长度 你不是固定长度 你可能是20个字节 可能是30个字节 可能是60 你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啊 那你说到一个报纹以后 你首先是不是要判断 你到底头部是多少字节 数据部分多少字节啊 能听懂我意思吧 哎 这都要花时间的啊 好 再往后 另外呢 它的字段呢 比较多 14个字段 我这边8个字段 那 你查的东西越少 那 速度越快 就能听懂我意思吧 你现在要考虑的东西 有14项 我这边考虑 只要考虑8项流行 另外一个复杂的录音器和主机配置 这个呢 主要是讲的是主机地址分配 主机地址的分配问题 那主机地址分配 怎么分配的呀 那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DLCP了 对不对 最简单的是不是就是DLCP 那我们客户端 不手工写地址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写 当然到现在基本上会 对吧 但是小朋友不是没有 那路由器上面配个DLCP 对不对 然后这边配完以后 那下面的这些PC 就自动的获取地址了 但是你是不是也得手工会配啊 你要不会配DLCP服务器 你下面是不是连每个手工写啊 对吧 那对于我们这个叫什么来着 对于我们IPv6来说 你配都不需要配 你只需要在路由器上面配个IP地址 下车路由器都不管 下面这些主机自动就有IP了 连DLCP都不需要配 最简单的时候 DLCP都不需要配 直接就有地址了 这就是他的 哎 然后的话呢 下面一个就是重编值比较困难 重编值比较困难 重编值怎么重编值 比如说我这个公司 连接了这个运营商 比如说电信 呃 后来呢我觉得电信不太好用 我用连通 比方说啊 比方说 或者连通不太好用 用电信都一样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本来呢电信呢 是分配了我一大一大段地址 我的内部的网络呢 这些设备都是用 什么这段地址来分配的 配置的 现在呢我到连通里面去了 连通 又给我分一段地址 这段地址呢 跟电信分的地址不一样 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地址段 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如果我还有你电信的地址 可能跟你电信里面的就冲突了 能听懂也是吧 哎 那这时候呢那你得重新的改 重新的改 而且的话呢 主机也得改 主机也得改 那这时候改起来呢 可能就 主机改起来比较麻烦啊 主机改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每台设备 他都获得一个IP以后 都是不是都有个租期啊 对不对 都有个租期 然后的话呢 你租期不到的话 那你 除非把这个 网口给拔了 那可能 没有这个地址了 然后呢再插上 再获取一个新的 只能听懂我意思吧 那我们呢 这个重编纸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在路由下面 比如说 我7月1号要换 但是呢我在现在就可以配好了 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个 重编纸的东西给配好 配好以后呢 到7月1号以后 他自动的把原来的地址给 触开掉 换新的 他能他能做到这个 就是我提前做 做好以后 然后呢到7月1号以后 他能自动给你改 自动给你改掉 那IPv4地址呢 这个就不太方便了 另外一个很大的路由表 这个很大路由表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 地址在分配的时候呢 IPv4地址在分配的时候 没有考虑 这个汇总的问题 一开始 分的很乱 所以说 送上来的这些路由 都是一些明细的路由 所以说现在我们网上 这个 现在 Internet上面 40多万条路由 对吧 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30多万条 后来 上去吧 变成40多万条路由 那现在呢 IPv6地址在分配的时候 就 考虑到的 什么大洲啊 美国国家呀 啊 这些问题 那可能在分配的时候 跟你这个段 你们在 发上来的时候 要把它汇总 汇总完成 汇总的一条 或者两条路由发上来 只能听懂我意思吧 这样的话呢 你整个Internet路由 就会变得 比较少 虽然说我们看起来 128位 要比32位的路由要多 对吧 但是呢 你在分配的时候 考虑到这些汇总的问题 就没有那些问题 听懂我意思吧 就会把路由搞得很少 啊 另外什么 部署安全主播 这播的写错了 对吧 主播 啊 移动比较困难 那 这个呢 IPv4 IPv6地址比较 IPv4 32比克 IPv6呢 128比特 这个128比特呢 主要分成几个段 啊 你看IPv4地址 是点分实进制的 对吧 点分实进制 分成几个段 四个段 对吧 每个段几位 每个段八位吧 对不对 啊 那IPv6地址呢 是在段上面 给它增加了一倍 分成几个段 分成八个段 嗯 分为八个段 然后的话呢 每个段里面 位数又增加一倍 每个里面 16倍 那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32 乘2 再乘2 等于128 能听懂我意思吧 那你啊 它是段上面 分成了多了一倍 然后呢 每个段里面 又多了一倍 啊 又多了一倍 所以说呢 一共是128个比特 这个地址很多呀 地址很多 对吧 呃 这个以前看书上面 书上面写 号称是吧 可以给人体里面 每一个细胞 分配一个IP 对吧 可以给撒哈拉里面 每一个沙子 分配一个IP 没力沙子 分配一个IP 就当时这么号称的 对吧 反正就是 意思就是说地址非常多 对吧 地址非常多 然后呢 自动分配的时候呢 给客户端分配地址的时候 可以通过DLCP来 分配 就是IPV4 IPV6呢 除了DLCP以外 还可以用无状态自动配置 就无状态自动配置 什么意思 就是路由器配好以后 下面的主机自动 就有IP了 不需要改动 自动有IP了 对 然后呢 安全 对对对对 这个DLCD安全 这个没有好说 对吧 这个 IPsec 这个是可以做DLCD的IPsec 这个又是个什么意思呢 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 那个IPV4 它地址不够用 所以说可能是有NAT的 对不对 对吧 可能是有NAT的 所以说你在做那个 IPsec的时候 可能要经过一些什么 NAT的设备 对吧 可能要经过一些NAT的设备 但是呢 呃 这个 呃 叫什么来着 IPV6 它有专门的 叫做IPsec头部 IPsec头部 在你发包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个报文后面的链接 这么一个头部 就是说 说白了 就是在客户端那边 就可以链接这么一个头部 对于我们这个 呃 IPV4来说 客户端 这边 要跟一台设备做这个 这个IPsec加密的话 很有可能 中间是有东西的 就我们这边呢 可能可以实现 这边 到当中的IPsec 这个要安天老师给你们讲 太行 哈哈 好 这块儿 其他的就基本差不多了 移动 QS 这个都差不多 主播 IJMP PM MBGP 这边 MLD PM MBGP 好 这是特性 特性呢 大的地址空间 这个没什么好说了 对吧 大地址空间 32比特 这边 128比特 呃 可以给很多设备都分配一个单独的IP 可以全球唯一 对吧 全球唯一 然后呢 做Dunner 将你每一个 产品都可以分配一个单独的IP地址 然后呢 你在控制 当然这个有好处也有不好的 对吧 好处呢 就是说 灵活 你控制每台设备的时候都可以 比如说 你要回家了 冰 你要洗澡嘴放好 但是这吹牛逼了啊 我们 我们现在还没见过 对吧 看过一些广告 但是呢 这个 至少我们没有 接触过这些东西 对吧 但是呢 他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就是什么 万一被黑客 攻破 他可以控制你这个身边的所有设备 因为你每个设备都可以配一个IP嘛 对吧 每个设备都可以配一个IP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 然后呢 这个可以给地址分层次 给地址分层次 以前呢 分层次是怎么分的 以前分层次呢 是 是有 那个分的啊 比如说 我们不是128个比特吗 128比特分层次的时候 最好的分类方法是怎么分的 去不是你不是分 分几个段吗 按照这个几个段来分就行了 对不对 按照几个段来分 比如说这是一个段 这是一个一层 这是一个段 这是另外一层 这是一个段 这是另外一层 这是一个段 这是另外一层 比方说我们 分配给企业的 就是分配给这个段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上行的上级的运营商 我给他分配这个段 什么分配给国家的时候 可能分配给这个段 等等 啊 这是这个是企业 这个是组织 啊 这个是就是运营商 或者等等等等 什么企业 一个一个组织里面可能有很多企业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美美国有点 在新加坡有点 在香港有点 在北京有点灯了 对不对 你每个 然后呢 这是可以组织 然后呢 这是运营商 然后呢 运营商 往商行发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汇总成这一位 然后放上去 对不对 汇总成这位放上去 然后呢 这个分配给国家等等 但是呢 一开始在分配的时候 不是这么分的 一开始呢 是按照这个什么 一开始是杠三位吧 好像是 一开始杠三位 然后呢 还有杠16位 杠什么 呃 32位 杠48位 呃 杠64位 这样 嗯 回头 我们要可以查一下 这个最新的这个 它的分配的这种方式 啊 格式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按照什么样格式分配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地址 分配的时候呢 可以按照这种层次来分 到时候呢 在发到internet上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路由汇总成 一条或者几条 放上去 然后呢 运营商在 我们发给运营商 在由运营商呢 去汇总完了以后 发到internet上去 就能听懂我意思吧 都可以一层一层汇总 啊一层汇总 把这个internet上面路由呢 变得很少 越少实际上速度就越快 对不对 啊越少速度越快 啊 对 你看我给这个客户分配的是48位的地址 48位的 然后客户呢 给他自己的企业分配64位 对吧 然后呢我们发给运营商 运营商呢 可以汇总成35倍的 发给internet 以前是35倍 现在呢 就是建议是32倍 啊 就是按照那个层次来分 以前呢是35倍的 对 这个没问题啊 就你你只要知道 这个现在地址分配的时候呢 按层次来分 然后呢 在发送路由的时候 按层次来汇总 这样的话呢 可以使internet路由变少 这个是相当于客户呢 有两个地址段 跟ISPA和ISPB呢 分分别连接 ISPA呢 分配给他一个地址段 ISPB呢 分配给他另外一个地址段 那我们呢 这边可以使用 两两个地址 都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使用这个地址的时候 往这边走 这个地址的时候往这走 啊 这边出去 这边出去 这都没问题 啊支持 啊自动配置 自动配置呢 后面我们会细细的讲 就是说 我们这个路由器会怎么样的 配好IP以后 它会让下面的这个PC 自动的获取IP 啊自动获取IP 也不需要配置DSCP 啊不需要配置DSCP 好 这是重 叫重编制 啊重编制 直接发送一个新的这个前缀 翻下去 那下面的这些设备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新的前缀了 好 这个讲过了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在IPV6 包头里面 把教掩盒给去掉了 把教掩盒 这个部分给去掉了 啊 教掩盒这个部分 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二层 是不是有教掩盒啊 以太木里麦克 原麦克 加上type字段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数据部分 对吧 这数据部分最后 是不是还有一个FCS教掩盒 对吧 二层是有教掩的 能够判断你这个里面 报文有没有出错 然后呢四层 也是有教掩的 那TCP 还有UDP 里面都是有这个叫做 checksum的 然后呢 IPV6在设计的时候 他认为 啊二层 还有四层 都做了 很好的一个教掩 所以说三层 我就不需要做教掩了 他的意思是这个 啊 三层我就不做教掩了 对 所以说呢 在IPV6里面 把教掩盒这个地方呢 给去掉 把教掩盒的地方给去掉 那有一个新的 啊 有一个新的什么呢 新的这 新的一个 那个叫做字字段 新的字段 叫flowlab 也是用于 对数据包进行分流的 对流 对流呢 进行分类的 这是一个新的 这个黄色呢 是保留的 蓝色呢 是 呃 差不多 但是呢 稍微有一些修改 这个灰色呢 是新增的 对吧 灰色是新增的 然后呢 绿色就被去掉了 因为IPV6呢 它没有什么分片的 没有什么分片的 没有什么分片的 那个 因为它沿路都做PMTOD 做这个PathMTODiscovery 可以发现沿路的这个 接口的MTOD值是多少 然后发包的时候呢 按照这个MTOD值来发包 所以说就不存在 那个叫什么 分片的问题 但是呢 在 IPV4里面 这个 UD TCP呢 是可以有的 UDP呢好像是可选的 呃 在 IPV6里面 UDP和TCP呢 都是必选的 据说啊 据说都是必选的 所以说呢 它就不需要分片了 这几个段就没了 因为它的包头固定 所以说这个也不需要了 它的 这个包头的固定 所以说后面的可选项 也不需要了 padding也不需要了 所以说呢 这些都不需要 啊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头部这块 介绍完毕了 啊 这个丰富的 这个 迁移的 转换的这个机制 啊 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讲 啊 也会讲 行 第一段 我们就OK了